想要了解张宇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他的微博 这位36岁才为大众所知的演员 自称是一个伟大的诚实的坚强的高尚的人 从微博中的字里行间 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充满真诚与戏谑正经与粗野 能够切换自如的双十泰男人 他个子不高相貌不帅 唯有一双透彻的眼睛 让人望过去就义无分顾地陷入其中 以至于在网络上会出现 有没有人觉得张宇很性感 怎样可以成为张宇的女朋友之类问题 甚至脱口秀大会的李雪芹都直言 很喜欢张宇的闷骚 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宇 机缘巧合之下考进了贵州省话剧团 三年时间的演技打磨 逐渐让他成为了话剧团的台柱子 体制内的工作生活安逸且轻松 每个月拿着六千多块的工资 倒也逍遥自在 但是不断重复的表演让张宇感到厌烦 于是他去了北京 2008年 当北京欢迎你回荡在大街小巷时 张宇在北三环和人合租了一间二居室 白天去北京电影学院蹭公共课 晚上回家后就自己煮点挂面 就这点酒吃下 在北京无戏可拍的时候 张宇还和人合伙做起了外卖 取名二娃盖饭 生意竟然还不错 半年之后 贵州话剧团催他回去参加工作 因为当时正在拍摄一部电影 在被警告两次之后 就直接被灯爆开除了 其实张宇当时准备了一封辞职信 一直揣在兜里没有递出去 从这封信中 我们可以看出张宇离开话剧团 去北京发展显得十分有信心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这种信心不是说他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而是属于强大的兴趣和欲望 我要吃到那块肉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张宇首部饰男一号的电影是小亮 那会儿他还叫张鑫 由于多年活跃在舞台剧中 在拍摄电影时就遇到 只会演连续的段落 不会进行表演的问题 张宇完全不知道 单拎出来的那句台词 那个表情应该怎样去体现 没戏可拍的时候 张宇也会去一些剧组 当当副导演 跑跑龙套 当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 他就得到了一个龙套 出演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战士 为了解那个年代人物的心理状态 张宇读了许多的书籍 看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电影 两个月过后 一个皮肤又黑 身体健壮 眼神清澈坚毅的小战士 出现在冯小刚面前 结果冯小刚却告诉他 那段戏的山了 2010年 张宇遇到了一部 对于他来说 意义非凡的电影 《手枪》 为了达到艺术上的效果 张宇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去准备角色 在一间破旅馆里 住了近一个月 每天就去打打台球 在公共澡堂洗洗澡 然后晚上 再和那些外来务工的人员喝点酒 体验过一段角色的生活后 张宇逐渐发现 自己变成了猛子 有一次导演和摄影来附警 张宇去看他们 他在他们旁边站了半天 竟然没有人能认得出他 拍电影的时候 有朋友来探班 都不敢和张宇说话 觉得他不是过去认识的那个人 虽然这部电影至今还没有上映 在2016年的时候还在补拍 但是对于张宇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极致 非常痛快的创作经历 也因为有过这么一次深入的体验 那之后他所看到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由此张宇开始明白 演员的工作 是捕捉角色的苦闷 焦躁 困境和愉悦 而不是一直在重复自己 此后的时间里 张宇接拍的一系列电影 在豆瓣上的评分有高有低 但是每个角色 他都会仔细地揣摩 深入地去体验生活 比如在2010年 金锐所拍摄的独立电影 斗鸡人中 张宇就饰演了一位 比王校长还要高调的富二代 小毛总 这部现实主义的影片 导演借助斗鸡这个表象符号 来突显底层人物的艰辛 与权力之间的博弈 小毛总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下 诞生的一个怪胎 他专横跋扈是众人眼中的狂徒 恶棍 连县领导都要敬他几分 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穿机器猫底裤 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 这样一个乖丽扭曲的人物 在张宇的演绎下又如此传神 特别是他愤怒地咬断鸡脖子时 所展现出的凶狠与癫狂 完全可以与刘雅人 在老手中的角色相媲美 在《老家新家》和《人山人海》两部电影中 张宇分别与巴蜀男神李柏青 《金马影帝》陈建斌演对手戏 虽然总体上戏份不多 饰演的也都是小角色 但是在张宇的演绎下 也颇具一番味道 比如在《人山人海》中 他所饰演的乡镇民警 用极具特色的贵州话 规劝陈建斌饰演的老铁石 显得相当老道 至于他其他的作品 比如豆瓣评分只有2.4的《白日杀鸡》 每隔20分钟就来一段床戏的乔乔 虽然很多看上去匪夷所思 但是也可以看出张宇内心的表达欲 在《幸福59厘米之爱有多久》中 他所饰演的新子 最后在舞台上学狗的样子 以及对各位评委的那一段独白 把一个自卑 但又对爱情十分坚定的人物形象 刻画得十分深刻 在文艺电影《幼稚青春片游荡几年后》 2017年 张宇遇到了他演艺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我不是要神》 2011年 宁浩拍摄《黄金大结案》的时候 就邀请过张宇 但是他觉得那个角色没有意思 就给推掉了 后来《我不是要神》选演员时 宁浩向文木也推荐了他 才有了黄毛彭浩 出生于贵州贫困家庭的黄毛 患上白血病之后 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在屠宰场接活来维持生计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来说 求生是他的本能 所以在抢吕兽艺的格列宁时 会毫不畏惧 在被承勇拍面包车追着跑时 也是有多快跑都快 可以说 黄毛的一切行为动机 都是源于不想死 然而 努力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黄毛 也保持着大山深处 人们所拥有的纯粹和质朴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 他把抢来的药分给其他人 在听到承勇不以赚钱为目的 而再次卖药时 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他 章鱼把黄毛的原则 都放进了他的眼睛里 用行动来表现这位 至真至诚的人 而最能表现章鱼眼神张力的戏份 当初承勇宣告 药神小队解散的这场 大家围在一起涮着火锅 承勇借酒劲表达了解散的意思 当时所有人都有着强烈的反应 要么以说话的形式回应 要么以哭泣的形式回应 而章鱼饰演的黄毛 则是将杯子摔碎 用一个带着愤怒与失望的眼神 看向成勇 然后一眼不发地离去 在拍摄《吕兽亦去世》的那场戏时 章鱼提前两小时赶到了现场 一直坐在那个楼梯口拨橘子吃 直到最后哭到绷不住时 才被导演拉到了一边 因为章鱼在内心里觉得 如果电影的情节是现实发生过的 那么黄毛也一定会在那里做很久 据悉 在《我不是要神》开拍之前 导演文木也希望章鱼参考韩国电影 亲切的金子 来琢磨自己的表演风格 但章鱼觉得 黄毛这个角色应该更加内化一些 所以他主动要求缩减黄毛的台词 从原本的15剧 缩减到了现在的11剧 而在拍摄的时候 章鱼提前去南京 随便找了当地一家小旅馆住下 用戏里的名字横浩 和周围的人混了一个多月 正是这种认真体验生活 仔细传播角色的态度 让黄毛这个形象 一下子就立了起来 章鱼在不动声色中演出了层次 最后顺利提名了金马最佳男配 《我不是要神》上映之后 火爆的票房 也让章鱼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黄毛也成为他不可磨灭的一个标签 为此 王传军还特意发了一条微博 正儿八经地介绍 此人不叫黄毛 他叫章鱼 因为都爱喝酒的缘故 自从这次合作之后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酒友 甚至在某次喝酒之后 他俩在微博上快速传开的那张图片 让一些妇女兴奋了许久 章鱼曾说 在表演这条道路上 之所以还能保持这份清澈和纯粹 还要感谢他的好朋友胡波 也就是大象席地而舵的导演 去年10月12日 胡波在北京东武环 一栋住宅楼的楼梯间里 自艺身亡后 章鱼的微博置顶 至今仍然是怀念胡波的长文 2005年 还在贵州的章鱼 就在王小帅的青红中打过酱油 饰演李军身边的一个小混混 所以在拍摄大象席地而舵时 王小帅就把章鱼介绍给了胡波 在看了两页剧本大纲后 章鱼感受到了胡波身上那股 强烈独特的作者气质 立刻就决定要出演这部电影 后来剧组没钱 演员们拿到的合同上 甚至没有片酬一览 章鱼索性就连合同也没签 以帮忙的身份担任主演 最后也只从制片组内里 收了3000元红包 拍完《我不是要神》之后 章鱼推掉了许多篇约 选择在家休息了一年 要不是无名之辈的导演 饶小智和他是旧相识 估计还会一直休息下去 早在2014年时 两人就一起合作过话剧 你好打结 后来章鱼还参与了 饶小智的电影处女作 你好疯子的幕后工作 不同于《大象席地儿》 做《我不是要神》中 比较内敛压抑的角色 章鱼在《无名之辈》中 所饰演的是一个 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汉匪 弄巧成拙之下 制造了不少的笑料 最终成为了一介憨匪 在塑造眼镜这个角色的过程中 章鱼有故意脉痕的一面 有迷茫无措的一面 也有郁闷到气得直流眼泪的一面 这些或凶狠或迷茫 或无奈的面貌里 都很好地展现了章鱼 在喜剧方面的表演实力 那些鲁莽冲动的镜头 那股外表彪悍 内心自卑的怂劲 以及诸多笨拙的表现 都足以让观众捧腹大笑 当胡广生和李海根 抢劫完手机店 误打误撞闯入马家祺家中时 也没有料到会被一个因车祸而瘫痪 一心只想求死的疯婆子给护住 当他们想离开马家祺家时 轻易就被一句 想要走先杀了我 吓得不敢动弹 这一下子胡广生的人物形象 一下就出来了 看似凶悍 其实骨子里胆小又自卑 当他看到电视台中 播放别人恶搞他的视频时 胡广生哭着喊着要去炸电视台 把内心的自卑 暴露得一览无遗 虽然自诩为汉匪 也有着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的志向 但是在马家祺抑郁寻死 要求眼镜打开煤气离开的时候 他放了一首饶十三的瞎子 给马家祺听 在哄着马家祺睡着之后 靠在他身旁 眼含柔情地看着他 眼镜这个角色在张宇的演绎下 让我们看得到这个人物的抗争和失败 也看得到他的得意与落魄 他就像我们身边那些一事无成 却总想干点大事的青年小伙 也正是张宇 把眼镜这一条线索的张力 做得无懈可击 让人心有戚戚 潜然泪下 在36岁这个年纪 张宇终于被人记住了 作品的火爆也让他片约不断 甚至有人愿意花30万 只需要录一个结婚祝福视频就好 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 不拍电视剧 因为不适应快节奏的创作方式 不接受视频采访 因为不想被过多的曝光 一年当中 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体验生活 和朋友们一起喝喝酒 在微博上抒发一些无病呻吟的骚话 在影视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从之前的无名之辈 到现在的一鸣惊人 张宇的这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他前进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定 张宇的每一次选择 也总是让人期待 未来两年 他还会有《东北虎》 《最冷的枪》 《会飞的蚂蚁》等多部作品上映 最近上映的《风平浪静》中 他所饰演的宋浩 因高考保宋名额被顶替 在命运的波澜下 被迫卷入一场凶案 从此人生转折 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 张宇还是和之前一样 漫漫悠悠地走着 他不追求关注 也不在乎活与不活 只要他心里很舒坦 一切都值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对哪位演员有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